其實順次聚羅, 批拉之前應該已經完成了 因為要看了介面, 批拉有 有一個web的tab, 我們就 install 應該是config.nicore 其實已經完成了, 這些位置應該可以檢查一下 給了批拉, 試下它 我們這個應該已經完成了, 上次做了這些位置 接著就是, 它幫你將YAML 然後你第一次run, 它應該已經完成了 但是我們上次走的時候, 還未申請成功 現在申請成功, 我就不要理會它 剛剛我們可以run一些comment 即是在Terminal那裡, 再來一次 其實要確認一下, 就是這個Terminal 你記得要用GitBash 我這個另一個狗都不要 那我第一句, 其實要先在Main裡 拔下來, 拔下來 ok, 接著呢 這個FreshHash, 拿到最新更新的了 接著呢, 你應該會看到有一個sauce code 這個sauce code, 譬如說, 你先蓋在上面 這些command, 其實你全部搜尋就可以了 因為它搜尋了 接著呢, 我們就想你 我們就想你 架化, 即是想你 看看JS按次序 那其實第二個Sauce 我們就 先確認, 先確認 我先確認, 先確認 我現在還未確認, 先確認 我先確認 因為其實我剛剛改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懷疑會做不到的 嗯, 那麼Key 因為我已經Add了 然後Commit了 那我還未Push 那你呢, 應該要用三句 因為我剛才Push不到 那我就... 嗯... 疊上去 那我還是不知為何Push不到 那... Remo Counter Park DDDD 到啦 那其實因為我調轉了Step 那應該可以扯回來再做 不過其實我想有點懶惰 那其實就上結合島 那我去Bunches 那... 其實這個Bunch我做多了 因為十幾天前做了重複的動作 那整條Bunch不要 那我不要它 那就應該... 這次我再Push應該給的 對了, 給了 那上去 因為我做重複 如果你沒有做重複就沒事 做重複就麻煩去你的Github 然後有KK的Bunch 然後清掉舊那條 那現在正在找中 OK 那現在你連著它 其實我們那個Pyline的Trigger PylineTrigger 其實所有Bunch都做完 所以它就很聰明 所以它就很聰明 看到呢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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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逐個步驟 去到Finalize Job 就不能太多管 可能有些東西沒做好 有些東西沒做好 其實它的畫面也是這樣的 現在要自動 它就自動補 到エミュート 剛才我剛才講了這個畫面 可以嗎? 蘑菇就是這條Pyline 然後選Bunch 你會看到Bunch是標批拉 這些其實是不關事的,因為下一個練習才會幫我調轉了頭 如果看影片,你會知道我全部都沒有了 因為其實我還未申請到 這裏的標批拉就是這個 就是Add Build Task 就是Merge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Merge 但不要理會它,沒有影響 那我們就... 好啦,現在這裏 就... 看一看一看,其實弄到尾 就看到這樣 Four Last Drop你都過不了 那你每個步驟,你可以看看你的comment發生什麼事 即是其中一個標誌都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說 想加上一個步驟 我剛才的標誌 我想說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 就是只標誌數就是簡單的DL 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publish release的標誌 因為標誌有幾個版本 然後標誌release 我們就加這個小段 就標誌release 我們在底部就有Enter 接著你就貼回去 但要確定,因為YAML你要知道 你用EDITER 其實是space 不是TAB 那你... 按... 按... 那你先測試一下 那你這樣 你下面的GitHub 你就會看到... 你打GitStatus 你就會知道 有FELF OK? 因爲它有固定 有什麼轉變的 你看到有Modify Modify 其實這是automation 即是GitHub 你們現在就說 改了這個FELF 你加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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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就加上Staging 到Staging 你再看Status 就會跟你說 A 這個剛才是未落水準 現在就... Train to be Commit 剛才就在未上Stay的位置 接著呢 我就做一個 Commit 就是... Add個Propish Task 然後呢 就Push 上它的GitHub OK? 那Push上GitHub 你會看的Secting 你就知道 Secting 你稍微看 其實我們最主要 現在我們在Commit source code 通知人 其實就是有 Nordification 或是Webhook 就會召喚回頭 其實就是... 先看Webhook 你會先登入 是否看到的? 看到嗎? 這些就是為什麼你會這樣 因為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會召喚AshaDemps Orb 如果你召喚回頭 你可以看 其實你可以再看回 上一層的Payline 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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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完之後就建立C-Sharp source code的DLL 然後有些Node.js 幫你建立Node.js 然後有些CSS file就要把CSS transform 本來用的可以叫SASS 其實是compile出CSS 這些是minimum source code的整細 JavaScript和CSS 最後就是連續的動作 下載了Dependency 然後就建立一個release version 然後Publish出來 然後有DL叫Antifact 然後就是 最後就把結合結合 但是差一點就finish drop 不知道什麼事 下載了 下載了 下載了這個step 你看到就是有個這樣的東西 其實可以看清楚就是多了Publish 因為你多了一個step 這裡回到頭 你就會多了Publish 其實它掉到下面 你點擊它 如果掉到下面 你點擊它 你點擊DL出來 其實這個release 就是這個website 你點擊它就下載了 其實你要做deployment 就是想安裝到這個website 其實意思就是把這些sars code抄過去 就是按摩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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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安裝7sit 這個下載了 你會看到這個标很高 如果你看到Local版 但是這個不是billrelease 你看到是billrelease 你看到billrelease 就是bill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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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用來出個網站 這個可以用來出個網站 這裡就幫你弄好些sars code 其實這裡就在用另一個 就是artifact 這個 可以嗎 用這個artifact另一個 另一個 它就擺過你了 但其實它在report裡 其實它叫做artifact的東西 我幫你儲存一下 我們接著就 再下載了 其實就說 你的東西 其實你現在硬碰了很多東西 其實可以做一個wearable 其實很像寫網頁 寫這個pileline 寫這個infrastructure 其實也有很多變數 因為其實你說 我的gobalreplace 就不太行 我們可以做一些wearable 我們其實就可以說 在頂上debar wearable 如果我想build 你也有幾個version build 我會說 它叫做release 然後叫做debug 知道嗎 因為release 就會是優化的速度 debug 就算是 很明示意 就會有很多的information 方便做debug 我們有時候會build release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穩陣一點 我們就這樣吧 我們方便一點 我們開個wearable 我現在打死的 叫做build 就build release 路徑又會常常轉 因為很合理 Folder常常轉 不同的server 可能有幾個project 有幾個project Version又會轉 有時候可能錄 你會upgrade 這裏就可以寫web 就這樣 可能錢加困戶 就可以重複到上面的wearable 逐個砌 逐個砌 這次的pightline 你會看到結構 會有彈性 我們就copy了它 OK copy了它 回到social code 又是replace thepightline 然後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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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個解釋 這裏是個解釋 例如說 你這樣計算 可以抄襲這些project 這樣 我會逐一轉看 這次就是refactor 一個comment variable 我們就copy了它 這次我不做設定 我全部貼進去 我們就試一下 automation pipeline 你看到我貼了command 然後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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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在GitHub 其實它又會 在AshaPightline 很快就會看到它 立刻有標 所以現在在Pightline 你就可以看到它 那你的Pightline 就寫下去 然後現在你的Task Running 就是最新的 OK 你看它在旺 你看到它有標 但這次其實沒有分別 它的效果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你只抽出變數 你不會有output上的變化 不過你看到Snap的一樣 其實YAML 其實YAML 是結構不變的 好了 這個就是抽Werbal 你看到它會逐一步走 你也會重新做一次 好了 接著現在就是 我們就 我想Combin 找一個Build多幾個Task 可以嗎 我又要Build Release 我又要Build Debug 我們做Devip 其實我做測試 我就要用Debug版 我出街 即是CICD 即是Container Delivery 即是想Send 我出街 你就需要Release版 因為Release版要速度 還有不要有Debug 因為Debug會黑客Hat 因為Debug會有很多informations 黑客就會靠它找食 就會Hat你的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的Case 就是 我們AzharPightline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Release Release 這部分 其實問題就是 其實我Build Debug 和Build Release 還有一個Combin 可以抽出來的 目標就是 我們這個其實是一個 模式 其實很像 Web 為甚麼 讀了Web Programming 才會好些 你寫Python 寫Web 一個Include 一個包著它 即是像PHP 然後我們會 Define Tenplay 做一個Folder Mkdir Linux Command Linux Command 不用怕 這個Terminal 模擬了Linux Command 你可以打Mkdir 我們就 這裡 原來 你看到 在這裡 你做完後 就會多了一個Tenplay Folder OK OK 看一看 應該還沒有Refesh 但我先看一看 Path 可以嗎 Path 在Web 這裡應該有 在這裡 剛剛 剛剛 這裡是Yaml Tenplay OK 我們做了一個Folder TenPaste 即是模板 模板就是 我們想做個Builds的Yaml OK 我們做一個Folder 放TenPaste OK 我們就 裡面 Lilfile Vikic Lilfile 給它 Builds 點Yaml 接著 就 Copy 這一塊 就是 我們 我們 覺得 這個位置 我們 可以 tustomize 有時 Release 有時 我就用別的 預設值 就叫Release 可以嗎 我們現在拆了一塊 按鈕 我們就可以去回大TenPay 大TenPay 大TenPay 最主要的轉變就是 Highlight 就是跟你說 我可以撈另一個TenPay 不過 任過Pathleta 有的Builds 就叫Release 其實你心想清楚知道 這個Sense功能不太長 不然你想想 我整個Copy & Paste 不是很多 這裡可以Reuse 這些Steps 這裡有Steps 然後 10TenPay 就可以連貫下去 我們先Copy 去回大Ten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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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更短了 你看一下 因為其實你把這裡本來的Source Code 就抽了 好像寫網頁的概念 抽功能 寫了節制的過來 這裡 過了來這裡 之後 我們就可以 Commade 但這次Commade 你記得有兩個Bio 可以嗎 因為你不加這個 它結合到 它結合不到 我們就 把這兩個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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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去 你把這兩個Bio 貼上去 你把這兩個Bio 貼上去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批拉 你應該會看到 多了兩個Steps 一路就多了兩個Steps 我們再看看 這次 尤其它的Output 應該會多了一個Ended 即是多了一個BDLL 因為你的Coverse 我們去回這條 批拉 去回這條上一層 可以嗎 最新的 可以嗎 Support Build Conflict 按下去 繼續按下去 你會看到 Task開始Load 現在還未拿結合 我等它拿結合 拿完之後 它就會看到 Load了那個YAML 就會有結構給你看到 現在還在扯下來 可以嗎 它在裝一些東西 拿一些東西 你們可以看到 今次的結構 先Build Release 再Publish Release 對不對 Publish Debug Mode 就是兩個不同的速度 兩個不同的Version 你給它少一點時間 它全部都負溫 全都負溫 因為這些Source 會常常轉 OK 是常常轉 我們等一等它 不過我們要先做其他事情 其實我們待會 看回這些資料 它就會有一個地方 幫我們儲存了一些 那些Version 你看到 Size 差很少 但是Release 上手會比較小 不過這個Program太簡單 所以你看到東西 其實不是相差很遠 然後我們的Case 是說 我們想Bush找個Main 可以嗎 其實我們現在做Denormant Bill Pei 在上個Main 其實已經做了 其實理論上 你應該要做這個 Puritas Ping 下一次做 你應該會這樣做 下一個鏈集也會做 我反過來做 已經做了 所以沒有影響 然後現在玩完 就跟你說 玩完之後就有一個好的習慣 你應該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先看完 那這個Denormant 這個設計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回到Denormant 這裏 我們應該還沒Conflict 所以有些東西爆發 我們不要管它 然後再看一看 Tasks 你可以按一下 然後再看一看 Publish Dub 然後再看一看 這裡有一個Jobs 可以看到一個Debug 有一個Release 兩個Version的Source Code 就完成了 那你完成了 那你完成了我的Tasks 其實我們就去 其實這個Denormant Denor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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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Project Management 其實你完成這件事 就應該去Bord 通知你老闆 我成功完成這批拉 來看看Working Item 或者按一下板 那我上次記得 我做了這個作品 然後我就在做 那其實這件事是在做 那現在已經做完了 因為Move of Done 其實這條Project Management 有些人會看到 這些還沒做這些做好 而這類推 可以計算一下時間 那這是第一個Tasks 那你可以不要這個Project 可以嗎 我怕會花錢 可以嗎 記得要花錢 因為這條批拉走 現在是3T 但是它有一個Hour 給你 你走爆了 就不要玩了 所以它會跟你說 你怕花了錢 你怕花了錢 的話 就先把批拉先 那這條批拉 那是最貴的 批拉 我想保持這個Project 用來自己留念 因為它這麼少錢 沒什麼 但我再穩定 整個Denormant Denormant 提醒你喜歡 那我們先把批拉 那我們先把批拉 最重要是它的批拉 然後這裡 就可以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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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批拉 這裡的批拉 就是它 那我先把批拉 先把批拉 先進去 再進去 Edit 這裡可以嗎 Edit它改名字 Sorry 這裡可以讓你改成Task 因為我們可以在第一項目 Jet & Drop 選擇Task 之後你會做這裏 之後你會做這裏 那你進去 我再看看 Settings 也有 進去 再進去 Settings 它就不溫 即是你不斷改 Git 也不會再溫 即是它不會花你錢 然後它會說 如果你想 我都不要 整個Project Overview 或者你下面 Project Settings 或者你下面 Project Settings 然後你可以按下去 它會用Delit 那你刪除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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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喜歡就刪除它 那我就試完給你看 刪除了它 那就要給它一個全名 然後就刪除它 然後刪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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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個Project不要 那OK 其實做就是這樣 這樣就叫做完 這個練習 做完 來吧